世界棒球经典赛 杨氏兄弟一战成名 成为新一代中华英雄 带您前进台东探寻杨戴刚 杨耀勋兄弟俩的成长故事 和杨戴刚最爱吃的牛排馆 台北市立体育场附近的美食面店 老板是王健明的国中同学 以及棒球队的头补搭档 台湾老字号要带您品尝 飘香一甲子的红油抄手 和道地的四川毛肚火锅 好山好水好味道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您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世界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取得史上最佳的排名 打入八强复赛 对决日本的那一场比赛 是中华队史上跟全日本 职棒一军对决最接近胜利的时刻 只可惜棒球之神 最后并没有站在中华队的身边 在领先了大半场之后被追平 进入延长赛而以一分之差落败 但是中华队进而的表现 让所有的台湾人依旧为他们感到骄傲 这次中华队能够打入八强 那么其中获得了小组赛第一组MVP的杨戴刚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而他的哥哥杨耀勋 则是在小组赛对决韩国的时候 投到手指破皮流血 但依然是浴血奋战 感动了很多台湾人 记者许云伟和杨敬明 特别来到了杨氏兄弟的家乡台东 走访他们成长的国中 同时也专访到杨氏兄弟的父亲 对于这次兄弟俩在经典赛的精彩表现 杨爸爸赞不绝口 一起来看杨氏兄弟如何成为中华英雄的成长故事 这次右半边的飞翔蛮结实的 右外来手对对对对不必对了 两分炮 新的中华英雄在这一刻诞生了 这一拳有了 中华英雄这样穿很快的 2013世界棒球晶片赛第一轮 不管对澳洲对荷兰对韩国 他都表现超强 杨戴刚让全世界看到了他的名字 不仅罗夏逼组MVP 照片跟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官网 MVP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就是全部队友教练朋友 还有幕后的人他们帮助我 然后可能我觉得才会得到这个MVP 这个球出棒打成了飞球 杨戴刚刚推到墙前 跳起来接杀 Let's play 接杀 我们来到台东新生国中棒球队 队员们正在练球 这里曾经是杨戴刚的母校 7 2 3 4 4 每天6点准时报道练球 新生国中棒球队的训练很扎实 当年杨戴刚从新生国小升上来 每天都跟他们一样刻苦练习 现在的总教练是他 前卫拳龙队投手杨戒仁 也是杨戴刚的亲叔叔 职棒生涯曾经投过 五彎打五十分比赛 就是他开启了杨戴刚对棒球的热爱 大概没有说大概是小一还是小二 他就看着哥哥一直在练球 然后他本身这也想要我的样子 然后他就忽然间说他要打棒球 那我就听到了 我就跟那个说 那没办法来你过来 我说你要打球 你第一关你要先接住我的球 你能够接得到的话 那你就表示你有这样子一个天分 那没办法他真的接触我 而且他 我知道他是接得不是很扎实 是可能是在掌心上 那一定会痛 可是他就是可以强忍着 因为他是他要做 虽然杨戴刚只念了短短几个月 就转学到台东体中 但新生国中的岁月 却是扭转他一生的契机 杨戴刚改名前叫做杨仲寿 由于新生国中 当年率先和日本福岡第一高校 弟姐姐妹校 靠着校长帮忙 杨戴刚体中一毕业 就到日本打高校棒球 成为甲子圆常客 寄金四座 由于他原本手游击 日本媒体还以台湾的Era 称呼他被誉为台湾怪物游击手 后来果然成为选秀状元 2005年北海盗火腿斗士队 以第一指名 开启了他的职棒生涯 2005年的时候 杨仲寿感恩回到台湾来 感谢老师 学校教练为他的付出 那就亲手种植的一个苦练树 当年加入火腿队之后 杨戴刚风光回到母校台东体中 种下这棵苦练树 他要学弟们记住 他就是靠着苦练 才有今天的表现 这么多年过去了 苦练树也从小树苗 长得这么高了 是因为他的台语叫做 直接把它取那个音 翻成国为是苦练 那以这个来勉励学弟妹们 就是要下功夫 一定要下功夫苦练这样 然后要有定一个目标 那你才会有那种 那种崇敬 不断的前进 刚种的时候应该很小吧 对 是小小颗的 现在先长高了 我们现在这一届是人数比较少 这一届的波 那时候他几乎是坐在这边的位置 后面 那以前我们位置会排到这里 这样 然后像说我说抽屉就是这样 他会排得整整齐齐的 座位很干净 那这孩子呢 他有目标 他知道他的理想在哪里 是懂得思考的一个孩子 所以在当初他有一阵子 遇到有点平静的时候 那老师也鼓励他就说不要放弃 然后他真的说记起老师的话 绿己圣言是杨带刚国中导师林美珠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不仅抽屉随时都摆放整齐 对很多事情的自我要求也都很高 换句话说就是企图心很旺盛 他有一种就是 应该是别的小朋友没有的一种 有追根究底的那种探索的精神 就是说我一定要会 甚至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好 他有这样子从小就有这样的精神 所以我们他的教练 或者是我们跑到这个地方的一些 就是棒球界的大佬 就给他起一个小话号叫棒球小博士 我想这个他是从小就有这样子的 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企图心 我们的训练呢也是很严格的 然后量也是蛮重的 那难免孩子啊 他会觉得疲倦啊什么的 但是呢像有些孩子他会觉得累了 他上个会趴下来 几乎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他就不会这样 他还是坚持 就是不会睡觉 对没有看到他趴在座上睡觉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 对认课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那种坚持 那种意志力啊 从这种小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杨戴刚的父亲杨德鑫 我们拜访的这一天 他刚好收到杨戴刚特地寄来的神秘礼物 这什么东西 带刚的啦 你看他那个啦 凑进一桥原来是刚出炉的 世界棒球经典赛MVP奖座 杨戴刚特地献给父亲 能够表现得这么棒 父亲杨德鑫的支持 是一股重要力量 可是我就是有老婆 耀心 耀华 然后戴刚 世界小马杯的 就是那个这个是 老大 老二 老三 一个是95的 98 99 那你就这样打的 杨家除了小儿子杨戴刚 还有大儿子杨耀勋 二儿子杨耀华打棒球 杨氏三兄弟从小到大 赢下许多重要比赛 奖杯奖牌摆满柜子 除了杨戴刚 大哥杨耀勋的表现也不差 台湾大战扛鲜发 浴血奋战这一幕 令人动容 手指头已经破皮了 可能是被那个缝线刮破了 裤子上面啊 血迹斑斑 我说 头不要这样 伤了就不要 就不要脱 不要勉强自己 你伤了 脱会脱不好 会影响输赢 可是他还很想逃啊 对 因为他一直认为说还可以 这样呢 他一定要说 他不愿意输 药兴他是 他是比较柔和的一个小孩子 可是他是会做到 他一定会做到 就是今天交代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一定会做到 所以说我就是痛 我也不会 我也可以做好 我也忍着去做 相较于杨戴刚的阳光行男个性 大哥杨耀勋显得内敛 只是一旦上了球场 杨耀勋立刻就能展现自信 大家的偶像 就是大家 他很有一种魅力 就是领导大家 看到他 他大概会放松 所以很少看到他负面的那种情绪 他在小朋友的阶段 他很快乐 真的他很快乐 目前杨耀勋效力于日本职棒 福岗软体银行音队 杨戴刚则效力于日本职棒 北海道火腿斗士队 兄弟一投一打 已经是未来中华队的不二人选 但两兄弟和排行老二的耀华 先后都到日本打球 离家远又孤单 难免让杨德馨感到不舍 给他们其实很难过 这么小 就一个人在日本 最早记得是他的二哥 然后 在他的弟弟 这个是大学毕业者去的 要勋 当然骄傲是有 想到他们小时候的痛苦 也是有 所以年轻那么小 去那边 第一个语言不通 去那边没有进去 没有什么人 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去过 我也担心这一点而已 就是一路看他们这样子 又心疼又骄傲 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 在日本待的酒 最怀念的还是家乡滋味 这家在台东开了十多年的牛排馆 就是杨氏兄弟回到台东的时候 一定会带全家人来用餐的地方 杨爸爸你又来了 那门里面请 那杨爸爸我们今天要点什么 蘑菇猪排 一个蘑菇猪排 好 每次必点的猪排 肉质鲜嫩 份量又多 杨德馨透露 杨代刚洋药勋兄弟最常点的 还有这道跟手掌一样大的牛排 以及粒粒分明的虾仁炒饭 比赛前一次吃完两盘都没问题 上次跟他们来的时候 上个月吧 就他们要准备 打那个资格赛的时候 他们又来了 或许是因为秀个大碗 也或许是以往国中打青少棒时 就喜欢来吃 这家店也就成了杨代刚兄弟 两回台东必来的店 难怪这次经典赛 杨氏兄弟的好表现 连牛排店老板都感到余有荣烟 很厉害耶 真的 对啊 我每天都在看 只是说苏北韩国有点小小的那个 对啊 对啊 可是还是很厉害啊 是啊 对啊 而且连日本人都在帮我们加油 对啊 老实说真的很厉害 杨代刚 杨代刚 希望他飞出 杨代刚 杨代刚 这次经典赛 让台湾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对韩国 对日本 中华队都展现了无比的拼劲 杨代刚跟杨耀勋兄弟 两个好表现 大家都看到了 未来中华队 还需要你们 杨耀勋 杨代刚 加油 杨代刚 選长 加油 杨耀勋 選长 加油 中华队 加油 我们支持你